他是一朵天生的人间富贵花 是林青霞崇拜的偶像 他家的鸡川私塾 追溯到清代两百年间 共济培养出百余名的举人 近世 太学生 自幼出生于迪岗张氏十九堂程序堂的他 是张氏十六世传人 他就是谢贤和刘家昌的前妻珍珍 也是闪耀香港影坛长达三十余年的人 共济参演六十多部大荧幕作品 捧到金马终身成就奖 1948年 珍珍出生于北京 本名张家珍 张家千金 既是一个官二代 也是一个富二代 他的祖父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将 父亲也是军人出身 后来弃军从商 将一家人带到台湾定居 在没有成为演员珍珍之前 他还是张家珍的时候 他是台北太北中学的小学霸 曾荣获英文演讲比赛冠军 品貌兼优的女生 除了学业上吊打同龄人之外 作为芭蕾舞者 他曾经多次登台表演 是一名真正的校园女神 令无数男生仰慕 1964年 国联电影对外公开招募演员 李汉祥导演 从3700多名的竞选者中 只招募了一个人 他就是张家珍 然而 张家珍的重选 他本人当时并不知情 据他回忆当年的事情 当时因为同学和他开玩笑 将他的相片和资料 投入到报名处 所以才因此机缘 让他走上了从艺的道路 一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拍照 都不会为难打光师的演员 注定会成为大明星 李汉祥凭借从业多年的直觉 认为张家珍一定会成为那种 红透娱乐圈的顶流明星 所以给他起一名为珍珍 因为她是千里挑一 珍选出来的珍品 凭借得天独后的美貌 以及天生对艺术的领悟能力 18岁那年 珍珍出道极巅峰 首次出演大荧幕作品 天之娇女 稳作女一号的位置 人如电影齐名 珍珍之后的每一部大电影 几乎每一部都是女一号 后来国连解体了 但是珍珍依旧是娱乐圈里 最受宠的女明星 她和李汉祥合作了多部经典之作 例如几度夕阳红 远山寒笑 凤阳花鼓 片树大观 片树其中其等 不仅李汉祥偏爱珍珍 琼瑶也非常喜欢她 让她出演了自己的多部大荧幕作品 例如《心有千千节》 《采云飞》 《一连幽梦》等 除此之外 珍珍的淘气系列电影 也让她的特质展露无一 例如淘气姑娘 淘气夫妻 鬼马小淘气 淘气公主 淘气三千斤 而珍珍本人 当年就是一个淘气的姑娘 这样一个鬼马小精灵 让众多倾慕者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甚至让娱乐圈的两个大才子 为她如痴如狂 一个就是当年人 宋绰号花花公子的谢贤 还有一个就是音乐教父刘家昌 据刘家昌回忆 她比谢贤要早些时候认识珍 但是刘家昌和谢贤的长袖善舞 有所不同 搞音乐创作的她 是一个性格内敛的宅男 不善于表达情感的她 在情场上注定吃亏 恋爱如同赛马 跑得最快的最先到达终点 在这一点上 谢贤的段位 明显比刘家昌要高明得多 谢贤通过和珍珍搭档 出演电影提音时 向她大献殷勤 甚至惊动整个剧组 都知道谢贤在追求珍珍 对于珍珍来说 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的她 面对刘家昌的各种暗示 浑然不觉 反而在谢贤这个情场 老司机面前 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两人爱得如交似妻 然而 当谈婚论嫁之时 这段感情 却遭到了珍珍母亲的强烈反对 不仅仅因为谢贤以往的桃花情史过多 而且还因为谢贤比珍珍大十二岁 然而 彼时深陷情网的两人 已经到了非亲不娶 非君不嫁的地步 眼看着珍珍与谢贤 越走越近 刘家昌只好转身娶了别人 1966年 刘家昌娶了 国联的另一位当家花旦江青 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刘继鹏 没有爱情的婚姻 即使生下后代 也注定不会长久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四年就结束了 1974年 珍珍与谢贤瞒着所有人引婚了 两个人还合作了一部定情之作 《爱在下威夷》 这部电影 后来在1976年的时候上映 然而 那个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却发生了变化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港媒的爆料 让两人的婚讯传遍全港 面对生米煮成熟饭的结局 珍珍母亲只能含泪送祝福 对珍珍一直念念不忘的刘家昌 并不死心 恢复单身的她 将儿子送进幼儿园之后 终于有时间 重新追求心中的女神了 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刘家昌利用自己指导电影的机会 邀请珍珍到台湾拍戏 大张旗鼓地追求珍珍 好事的媒体 自然不能错过这么大的新闻 各种花边新闻 接踵而来 珍珍假假 难以辨认 甚至一度传出 两人在日本密会的新闻 三个人的恋爱太过拥挤 谢贤无法容忍媒体 跃跃欲试 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行为 据房间传闻 因爱生恨的谢贤 还打过珍珍 但是对于媒体的欲加之罪 谢贤并不认账 她说自己爱惜珍珍 只会保护她 宠爱她 当时的台湾媒体 与刘家昌的关系不错 所以在媒体的煽风点火 推波助澜之下 谢贤和珍珍之间的关系 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当年这段轰动港台的三角链 公众猜测 珍珍究竟会选谁 成为当时最大的舆论热点 加在两人之间的 最痛苦的还是珍珍 她跑回娘家躲避 不想面对外界的人言可畏 然而她的举动 却让谢贤误会 以为她不再爱自己了 于是跑到山顶上大哭 据谢贤回忆 那段时间是她最痛苦的时候 谢贤回忆往事的时候 曾经说过 从未想过自己会 爱一个女人 到如此纯情的地步 谣言与误会 瓦解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与真诚 1976年 谢贤决定放手 她觉得自己输了 不是输给了刘家昌 是输给了人言可畏 1976年 谢贤决定放手 她觉得自己输了 不是输给了刘家昌 是输给了人言可畏 男人的自尊 让她无法做到宽容 两人的离婚 如今看来 当时有赌气的成分存在 据说真诚在做客鲁豫有约的时候 曾经透露过离婚的原因 原来早在和谢贤结婚之前 她已经收了刘家昌那边 制作团队的片酬 后来与谢贤结婚后 台湾那边一直催促她 当时要去台湾拍一连幽梦 谢贤不同意她离开香港 但是真诚觉得 既然收了钱 就不能言而无信 当时谢贤的态度很强硬 想去可以 那就离婚吧 珍珍并未服软 于是婚就这样离了 1976年 谢贤指导了一部 纪念两人这段婚姻的电影 片名更是意味深长 叫做变色的太阳 这部电影在两人离婚后 正式上映 导演是谢贤 女主演是珍珍 彼时的他们 已经是前夫与前妻的关系 对于谢贤来说 失去珍珍 天空都变了颜色 对于外界的传闻 珍珍的回应是 她的婚姻当中 从未有过第三者 然而 谢贤的放手 却成为她心中最大的隐痛 1978年2月 谢贤高调追求迪波拉的举动 让珍珍大失所望 自尊心很强的她 转身就嫁给了 苦苦追求她多年的刘家昌 两人还远离香港 跑到美国定居 并且在1986年的时候 生下了儿子 娶名为刘子谦 之后渐渐淡出影视圈 珍珍地离开 让谢贤彻底死了心 于是在1979年的时候 谢贤娶了迪波拉 之后生下了谢霆锋 谢霆锋兄妹二人 或许大众以为 谢贤与珍珍 此生再无交集 然而秦海多变 他们的故事 并未因此画上据点 2007年 台湾检察院 向刘家昌 珍珍发出通缉令 因为两人于1999年的时候 曾经涉嫌 一桩大型的非法集资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6亿台币 2009年的时候 两人因为在被限制出境的情况下 因为要去香港 还曾经被警方逮捕过 后来刘家昌用300万的保释金 才换回了自由身 2015年的时候 刘家昌突然向法院提交申请 申请内容让人大跌眼镜 他要和珍珍离婚 但珍珍对此却嗤之以鼻 表示两人于28年前就离婚了 也就是说 在1987年 珍珍为刘家昌生下儿子之后 但是为何两人还会在2007年的时候 一起跟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呢 总之 珍珍和刘家昌的这段婚姻并不愉快 双方持续地骂战 让战火不断升级 无论如何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珍珍离婚后 宅在家里写书 并且成功出版了 而彼时的谢贤 也已和迪波拉结束了16年的婚姻 并且和小自己49岁的小女友 可可分手了 听说珍珍出书 谢贤还亲自到场 为其站台做宣传 不仅如此 谢贤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拥抱亲吻珍珍 两个人泪眼相望的画面 让人不禁猜想 这是旧情难忘吧 如今74岁的珍珍和86岁的谢贤 是否会旧情复燃 冤梦重温 这成为港台媒体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曾在房间一度传出 两人在巴黎结婚的消息 甚至有媒体还曾就此事 向谢霆锋求证 谢霆锋满脸无奈地表示 爸爸已经是老人家了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言下之意 婚姻不是过家家 不是一时兴起 就结婚 一时冲动就离婚的事情 对于当年的选择 珍珍不是没有后悔过 在某一档采访节目中 就是重提 他曾坦言 如果人的这一生 可以重新来一次 他是不会和谢贤离婚的 回忆当年提着行李箱 登上飞机 离开香港去台湾的时候 珍珍说 那个时候才神志清醒过来 一时到离开了谢贤 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有时候 一个转身 可能就是一辈子 而有些人转身 只是因为当时都太年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